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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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是存在哲學的一個核心的問題 但是也常常是各種宗教 各種信仰的核心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來講 用第一件猜世這個小說裡頭的話語來說的話 就是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但是是一個簡單 發問很簡單 但是這個結論或者是答案 可能是會有很多的不同 或者是有很多的複雜的回答 這個簡單的問題就是人活著幹嘛 對很多人來講 他也許就沒有所謂的活著幹嘛的問題 因為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天 一天一天的活下去就好了 所以這個我很記得大概在60年代前後吧 有一個很流行的歌叫做Day by Day 一天又一天就這樣子過 但是問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用Paul Tillich 就是這個田立克的說法叫做 終極關懷 Ultimate Concern 最後的關懷 那麼假如用傳統的佛教的說法叫做了生死 要決定人是為什麼而生 然後為什麼而死 那麼或者是死了 這個到底有什麼意義之類的 那麼簡單的來說 大概做一個人或者做一個生命存在 我們用不必特別講具體的東西 用一個現象式的觀察 比較幸福的人應該包含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你出生的時候有人歡喜 各位會覺得這句話好奇怪 可是你們要想到有那麼多的女嬰 曾經在不同的時代一直到21世紀裡 或者說20世紀的當代都有大量的女嬰被殺 她一出生就父母沒有很高興 反而是很悲傷 然後就由人把她殺掉 OK 這就是你的出生沒有人歡喜 甚至你還沒有出生別人也不歡喜 這個讓我印象深刻 在美國的當代的詩裡頭 很多的女詩人描寫墮胎的經驗 然後就懷想假如那個孩子被生下來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孩子 我在日本 我97年在日本 在東京的那個有名的前朝的觀音寺 寺的周圍排滿了這樣子的 差不多這麼大一尊的小地藏 各位都知道那個地藏王菩薩是光頭的 可是這些小地藏都 頭上有人用那個好像這毛線給她織了一頂帽子 然後給她一個這個嬰兒吃飯的 小孩子吃飯的時候的那個圍兜 這個圍在她的前面 為什麼 其實是很多的父母把她的小孩子堕胎堕掉了 可是又覺得很對不起那個好像應該出生的新生命或小生命 所以就為了祈求很奇怪 這個叫名符 祈求她的名符就到寺廟的那裡去捐一個小地藏 我覺得台灣甚至也因為這樣有人利用這個什麼 利用這樣的一個想法 有一些 我不能完全稱她為神棍 這個但是有些什麼 就是她可以照顧那個靈嬰 因為這個沒有來得及這個出生就死掉了 所以叫她做靈嬰 但是說好 因為你沒有好好拜她 你沒有好好照顧她 所以她會繼續找你麻煩 假如一個人的生命存在只是變成找人家麻煩 而沒有人為你的出生 這為你的生存喜悅 這是一件多麼讓人悲哀的事 然後另外要講的是 等到我們結束了我們的生命之旅 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有沒有人為你悲傷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判準 你不要以為你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你就一定有人為你悲傷 不見得 這有時候 這個那我們不是已經講過那個夢獻貴的故事了嗎 對不對 這個夢獻貴的死亡其實沒有人被傷 大家還罵他一頓 所以我已經對你夠好 我還給你捐一個棺材之類的 那有一些當代的偶然聽來的看到的視力 也讓我感覺觸目驚心 我有一個從小就去 因為是我父親的朋友 從小就去看他的一位牙醫師 是一個女性的牙醫師 他大概還溫柔一點 所以我比較願意去看他 一直看很多年 然後有一次去看他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前面那個 剛剛看的那個走掉的那個病人 他在這裡抱怨什麼 那個一邊看牙一邊抱怨什麼 就是他們的父親進入彌留狀態的時候 因為家裡有錢 所以兄弟姊妹就開始去搶著把保險櫃打開 他說他搶得慢 沒有弟弟妹妹 沒有這個好像其他的兄弟姊妹搶得多 他只是搶到一個大概 這件事情發生是在20年前或25年前 他說他只是搶掉這個一個 大概30萬還是40萬的一張這個支票 所以他覺得他很吃虧 他一點什麼 所以他說那個 那位牙醫師當然是一個女醫師 當然很有同情 他說這個前面那位小姐 其實是應該算是中年女士 沒有一句話提到 他對他爸爸的懷念或悲傷 只是憤憤不平說 他的弟弟妹妹或者是個哥哥姐姐 比他會搶 他們搶比較多 OK 他們這個巴不得等他的爸爸死 以便可以搶他的財產 號稱經營之神的王永清呢 不見得有人悲傷 所以活著的時候有人出生有人歡喜 然後離開這個世界有人悲傷 也許是一個人沒有白活的很重要的一個可以觀察的指標 OK 那麼我們現在要說的是 這一篇小說很有意思 叫做第一件猜事 他故意設定這位敘述者這位杜錦官 第一個他好像是解決了各位同學會很憂心的 必須要先解決的兩個生存的基本要件 第一個你找到你的工作了 那因為他讀景官學校這個鐵定有工作 這個以前我們的孫校長同時考取師大國文系 跟考取台大的那個經濟系 他爸爸就希望他去念國文系 為什麼那個時候師大讀師大的人出去一定有工作 而且在讀師大的時候還可以有工費 可是那個孫校長決定冒一下險 就來讀台大經濟系 他們當時也不曉得這個讀經濟系是幹嘛 特別是他爸爸這個 但是他就什麼 所以那個這是個大問題OK 所以現在的教育的問題就在 假如是畢業及失業的話 那這個是一個很煩惱的事情 即使是這個東西有著落了 另外一個很大的麻煩對不對 我們倒不一定要強調那種傳統的 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這個等等 但是人就像在我們讀那個好像這個黎明列車裡頭所提到的 在那個火車上有人說這個 你不能夠這個孤獨的過一輩子 這個你應該有一個伴侶 有應該什麼 所以婚姻也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但是這一類的最現實的最迫切的問題 對於杜景觀來講已經解決了對不對 而且他還滿享受他的新婚生活 而且他可以充分的享受他的 實色性也對不對 他正在跟他的新婚的妻子燕婉之好 而且一直想說待會兒回家 這個老婆會幫我煎一個什麼魚之類的 OK 那這樣的話 這個基本上這位敘述者是一個心滿意足的 平凡的年輕人 但是作者卻強迫這位敘述者必須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面對生死的問題 他要去了解這個 所以請各位記得這個第一件猜事 為什麼是第一件猜事 是說OK 你衣食足 有工作 然後也有好像這個情感 或者是婚姻生活上的滿足以後 那麼也許你所必須面對的第一件事 就是你的終極關懷 也就是要去問人活著幹嘛 當然你也可以說我可以不思不慮順地之責 這是詩經上書時代的說法 你不必再多想了 你也不必再什麼 你就順著這個地是指上帝 請各位記得在中國在秦始皇以前 地都是指上帝 或者是天地 那麼就是這個人家讓你出生你就出生 這個人家讓你成長你就成長 人家讓你老去你就老去 人家這個讓你老到後來跟世界say bye bye 那你就say bye bye這一切就可以什麼都不想 那個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裡頭特別提到 他說他所得到的很多的生命哲學 有的時候是從各種不同的人的嘴裡學到的 其中他說他大概在蘇州吧 坐在船上聽蘇州的窗戀們聊天就講說 人家生我們什麼是人生什麼生我就是 就是這個人家生我們然後那我們生人家 那就完了好像也很有道理 那麼但是這篇小說為什麼具有兩層 這個其實是有雙重含義 一個是你可以把它當作存在主義的小說來念 因為他所要的問的是人活著幹嘛 但是這篇小說又不只是這樣 他又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某種意義上來講是很接近台北人 很接近白先勇的台北人的這種所謂的 對於遭遇到亂離 感傷亂離 心懷悲憤 這個是那個悲憤師蔡炎 蔡文基的悲憤師這個歷史家幫他做的一個 好像定位一樣 是一個對於一個亂離情懷的反應 而這篇小說的寫法是很特別的 是用三面鏡子來照一個人 這個三面鏡子一層更深一層 而因此這個三面鏡子一個有趣的問題是 整個的故事好像是這位杜警官在做主要的敘述 但是他在做主要敘述的時候 是因為他以一個警察去調查死因 死是死了沒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自殺的 大概也沒有任何人有懷疑 因此死因就變成自殺的原因是什麼 而這篇小說的有意思的地方是 自殺的原因不是一些外在具體的原因 當然也包含若干外在具體的原因 但是很重要的是 其實是包含了一個可以說形上的原因 這個形上的原因也就是終極關懷 沒有辦法得到解決 所以當然你可以說這個人是死心眼的 但是那個這個人這個自殺了 所以就使得他的死的原因的層次 不是從一個具體的 比如說我失戀 這個是一個很具體的 比如說我生意失敗 我這個什麼之類的 這個是很具體的 或者是說我出現了什麼醜聞 我身敗名裂 我羞憤自殺等等 這個都可以把他的死因 歸結到一個具體的什麼 但是這個人在某方面來講 好像大概第一個事業也做得不錯 是賺錢的 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有個美麗的老婆對不對 還要有這個 這個一對可愛的小孩 這個女兒 然後更妙的 他還可以有個情婦 然後最妙的是 情婦跟老婆之間 並沒有構成任何的紛爭 各安其分 所以這是所有的小男人的大夢想 裡頭都會包有的東西 他統統都有了 應有盡有 但是這位死心眼的這個主角 他的名字就很奇怪 他的名字叫胡心保 心不保 對不對 怎麼樣能夠保住你的心呢 結果他的心保不住 結果就死了 OK 所以 那個 這個小說 那我們要從兩個層次來看它 第一個是 當然我們可以比較上 從 因為人幹嘛活著 是一個存在主義的問題 OK 那麼請你們看 在484頁 那麼那位劉瑞昌少老闆 就是那個旅店的那個老闆 他開始招供 根據他的接觸 那麼他呢就說 他對你說人活著幹嘛 不是 他對你說人為什麼 他是怎麼說的 好吧 這個他就說 他就請你們看到484頁的後面 他說他先從什麼地方開始談起 就是這樣的鄉下的地方開一間綠色 生意當然不是很好 那麼他說那你怎麼辦 那我怎麼辦 我說還不是這樣一天過一天 就是day by day OK 他說一天過一天 我都過得心方了 一天過一天可以有兩種思維 所謂的一天過一天 假如你跟禪宗講的話 他一定棒 你誤了 為什麼 禪宗就是叫人要活在當下 對不對 為什麼呢 你現在只能活在今天的此刻 對不對 你在想說我下禮拜怎麼樣 或者是我三年後怎麼樣 我十年後怎麼樣 通通都跟你的當下沒有關係 你就想說哎呀 我小的時候被誰欺負 這個我好難過 你現在去想這個也沒有用 對不對 因為什麼 你這樣做的結果 你用未來跟過去逃避你的當下 所以你反而沒有掌握住你的生命 真正的掌握生命 就是要掌握當下 所以一天過一天的意思 是也可以是很實在的很正面的意思 但是對於某些人來講 特別是我們現在的習慣於投資與報酬的 商業模式來思考各種問題的人 常常會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一個達成某種目標的過程 對不對 我相信你們在中學的時候 一心意為了想上台大 我每天要準備什麼功課 我準備什麼考試 我的目的就是為了我可以好像上大學 要上台大或什麼之類的 這個時候那個考試 那個考上台大是你的目標 而在當時的 每天的當下的生活不算生活 它只是一個過程 甚至它只是一個手段 那麼這種習慣養成久了 你會基本上是所謂 第一個我的目標 很多人一進台大開始慌了 為什麼 因為沒有目標了 我懂的是 以前這個目標很清楚 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而在即使有了目標 你會覺得焦慮不安 為什麼 我到底有沒有每天在往目標前進的一大步 或是一小步 對不對 這個因為什麼 以前的那個考試的內容很清楚 我就是考這幾課 然後那個課本就只有這麼多 然後這個數學從哪裡學到哪裡 然後什麼之類的 可是突然的 這樣的一個很清楚的進步 或者是停滯 或者是退步的過程的衡量的齒 沒有的時候 這個我在台大教書40年的經驗是 很多同學反而覺得高三的日子 比大一 至少大一上的日子好很多 為什麼大一上很迷亂 OK 就跟這個東西有關係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那我們很在意的是要 把生活當成一個達成目標的一個手段 而不能夠正視當下此刻 所以Day by Day 可以有兩面的正反的一種這個說法 也可以有 所以這也是誤跟不誤的問題 所以他竟然一天過一天竟然心慌 為什麼 你所以知道會心慌是因為你知道 一天少一天對不對 假定你的數量 這個我們現在放寬一點 我所知道據說有人活到250歲 四活到這250歲 那你每過一年就減一嘛 就是這麼一直減嘛對不對 然後你就看他一直 好 這個最後就是game over對不對 所以我還第幾關的這個遊戲 我還沒有破我就game over 我心有不甘對不對 那樣的話就是說我要過關是我的目標 然後什麼 所以會很心慌 可是另外一個心慌是 我不知道我在玩什麼遊戲 各位你可以想像 你突然進入一個好像遊戲機的前面 你開始玩的時候 可是你不知道你在玩什麼遊戲 那才是真正的麻煩大了對不對 所以他心慌 那然後呢 他說我心裡好笑就笑了 他翻過身來看我說那樣也沒什麼特別 他就說了 他就 這個他就跟他講說 這個我跟他說在下一頁 他說這個怎麼樣 你年輕有為賺的是大錢 沒事到處旅行旅行 日子還不考過 可是他底下講說 年輕有為可是忽然找不到路了 好的 這個問題就出在這裡 什麼是路 什麼是路 旅行的時候你會從 要假地走到乙地對不對 所以你要找到從假地到乙地的路 可是當你不旅行的嗎 除非我有一天失憶了 不然的話我很難想像 我在台大找不到我的路 對不對 這個幾乎是每天走幾條固定的路 這樣就過每天很愉快的日子 可是要找路的時候 事實上是一個想要從假到乙的 這樣的一套思維 然後才會有迷路 所以有一位現代詩人 我記得是白秋吧還是嗎 他就那首詩 這個還是林慶章 一下子太久了 這個有時候會搞混 那個詩就叫做回家的路 他覺得他每天工作 他就到工作場所工作 這個工作完就回家 然後他覺得天天好像過很重複的生活 但是他突然覺得 假如他有一天不回家了 他就不走回家的路了 那當然他可以跟別人私奔 或者是跑去人間蒸發或什麼 可是他開始想說 那他家裡的這個太太會怎麼樣 小孩會怎麼樣 然後甚至他開始多情到說 那我的房間裡頭掛的那張畫會怎麼樣 因為那張畫本來就是我每天看的對不對 是因為我喜歡所以掛在那裡 那也許將來我不在那裡了 人家就把畫就拿走了 於是他講了半天以後 得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 他說這回家的路還是走吧 所以請各位記得 除了在固定的生活的路以外 當特別提到找不到路 就是要從你的眼前的狀態離開 這個從眼前的狀態離開 是一個我們成長過程當中的 教育的錯誤所養成的對不對 你先由托兒所變成進幼稚園 由幼稚園進入小學 小學進入國中 以前叫初中 然後這個初中高 國中完了以後進高中 高中完了進大學 進了大學以後 對不起 大半的人也不會留在大學 還要再往前走 所以因此你永遠活在路中 你永遠活在路中 可是在中國跟道路放在一起的 常常代表什麼 從杜甫開始 流離道路中 所以找不到路在某一方面來講 有一個心態是第一個想離開 第二個沒有辦法擺脫他的流離的習慣 所以他就說了找不到路了 那麼接著他就在 那我們跳到下一頁 他說請各位看到486頁 第三行 有關係的是 他說 昨天我還在拚命趕路 今天你卻一下子看不見前面的東西 彷彿誰用橡皮什麼的把一切都抹掉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什麼東西養成他的找路的習慣 或者是走路的習慣 正因為他的流離的狀態 包括我們念書的時候 這個當時的政治系系主任 也是教我國際縣市的老師 這個黃祝貴教授有一個很有名的話 他說形容說這我們現在整個的教育有問題 問題出在哪裡 他說 來來來來 來台大 然後 去去去 去 去 美國 我大概也是那個少數的頑固派 來來來來 來台大就賴著不走了 但是我80年代 印哈佛燕金設置 要去美國做協同研究員的時候 突然我的中文系 請記得是中文系 你假如是外文系 你覺得情有可原 中文系 我在讀台大中文系的同學 突然崩出來一群同學來歡迎我 來什麼之類的 當然我一方面覺得 我大概當年人緣還不錯 還有人願意隔很多年來看我 可是我也差異說 真的是一半以上的人都去了美國 這個的背後 都是一個來跟去的想法 這是一個道路中的想法 你懂我意思嗎 沒有一個他真正的 這個那我們講說 這個人 譬如說 這個誰跟誰結婚了 你說他終於找到了歸宿 歸宿加跟道路是完全相反的 這個的一種思考對不對 在道路的話就還是要再往前走 還要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已經到了歸宿 但是他不願意承認那個是歸宿 他還要往前走的時候 他就找不到道路 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過程 而且他是說這個道路被抹掉了 所以在這個小說裡頭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 從那個他的旅店房間看出去 後來他也去走了一下 一座橋 這個橋兩頭有路燈 那麼他說487頁 他就提到了 他就說 人活著真絕 請各位記得 絕這個字不是很好的字 對不對 你要罵人的時候 就罵他絕子絕孫 OK 然後當他稱絕的時候 就是一個好像覺得沒有辦法解決的 一個難題的時候才用絕 然後他說人活著怎麼個絕法呢 他說那個橋兩頭點著燈 我說只有那一頭的燈亮著 這一邊的壞了 那麼他看起來太像我記得的那一座 只是沒有兩頭點燈 然後他就開始講 這個也就是他的亂離情懷 使他永遠不能夠忘懷 而這個忘懷跟他的生命意識 或死亡意念是連結的 他說那時候我才18歲 大夥連日連夜橫走了三個省份 這是什麼 逃難 我很記得我的建宗的數學老師傅宇 同時是也相當知名的小說家 這個應該在我們的選本裡頭 大概可能是在第二冊吧 不是 那應該在第三冊 這個應該有他的作品 他的筆名叫《子餘》 他說他們他是從東北一路用兩條腿 逃難逃到台灣來的 當然最後一定是坐船 他不可能從台灣海峽游泳過來的 但是他說他們在逃難的時候 常常常說我們從小就接受教育 說中國怎麼樣 這個帝大物博 他說最恨帝大物博四個字 因為物博所以外國人要忌遇 所以要來侵略我們 日本 這個俄國什麼之類的 然後加上這個八國聯軍這些東西 然後因為物博的關係 我們自己本國人也都是怎麼樣 都想掌握這個那麼豐富的大回肉 所以不斷地發生內戰 軍閥割據殺來殺去 然後他最恨帝大兩個字 逃難逃不完 他後來開玩笑說 在台灣的話很簡單 你怎麼逃也不過就是 從基隆走到高雄或屏東就完了 可是他那時候走的解釋是什麼 而且事實上在很多的例子 我們都可以知道 逃難過度的行走 然後應該休息的時候沒有休息 應該喝水的時候沒有喝水 或者是用餐的時候沒有用餐 很容易可以走死人的 這個一點都不開玩笑的 所以像那個《喜福會》 這個譚寧美的《喜福會》的小說 甚至電影也不斷地描寫 像這樣的情景 所以他說 他說就走了三個省份 他說有個晚上 每一月亮卻是滿天行星 像灑了一地黃豆 我前頭說今天一晚大家可以睡一睡 因為大概比較安全了 逃得距離後面的軍隊追兵可以 那麼一會兒便一個一個躺下來 我於是在星光下看見一座橋 像他那樣攻著橋背 那個時候有一個十四歲的小男孩 一路跟著我 我對他說 咱們到橋下睡 夜裡也少些露水 他說好 但他兩腳一軟就瘫在地上 我拉拉他才知道他死的 這就是典型的佛教的想法 他說諸行無常 一切的事物都在流轉變化當中 因此死生迅速 前一秒鐘你可能還活著 後來就死 那麼他們準備要到橋底下好好休息的時候 結果那個小孩卻死了 那個小孩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就要死了 可是腿一軟他就真的死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會產生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生命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我們活在一個所謂的朝生暮死 甚至是醉生夢死的一個人生裡 怎麼辦 而且你沒辦法改變你可能是遭生夢死 而且遇到所謂的亂離的時代怎麼樣 人還不如狗 狗的存活率比人要高一點對不對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古人說 您為太平時代的犬 您為太平權不為亂世人 那麼所以他就說 他說當時大家全睡了 只有我一個人中夜也沒睡 我一直看著那座橋的影子 他只是靜靜地攻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他醒著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 是一個真正的遇到了 所謂的死生迅速諸行無常的 一個真正的人類的某種意義上存在本質 一種衝擊 我要提醒各位 台大也不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我的文字學的老師金祥恒先生是一個非常可愛 當時他在文字學界的地位大概 從國外來的學者告訴他大概排名第三 然後他每天早晨都會到台大的校園來 因為他就住在台大對面的那個溫州街的宿舍 他每天早上都會過來運動 然後他剛剛因為這個年歲到了 所以他就退休 大家昨天晚上才幫他舉行他的這個退休的 等於算歡送會吧 然後第二天一早 他又按照他的習慣準時的到台大來運動 他總是七點鐘就來 奇怪八點半了還沒回家 在九點鐘 他的家人終於忍不住跑出來看 就在我們的新生南路側門的那個紅綠燈 那個時候是有紅綠燈的 那時候的紅綠燈是直接對著 這個我們學校的那個側門的 他一輩子是循歸道舉的人 可是舊人闖紅燈就把他闖了 然後諸行無常死生迅速 就這樣子這個結束了他的什麼 所以沒有人料到 也就是那一剎那之間 那一剎那之間那個開車的人 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會完全不同 而且他是走在斑馬線上 OK 那麼真的是人有所謂的這種 旦夕禍福 這個寫劇流河的那個齊邦元教授 他的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是 他就在斯大路跟和平東路交口的對面 規規矩矩的站在等公車的地方等公車 結果一輛計程車跟從斯大路衝出來的 一個騎摩托車的騎得很快的 的青年朋友創上了 那個摩托車就從地上飛起來 然後解體 然後竟然是還好啦 我想不幸中的大幸 只是極斷了齊邦元教授的腿 所以他一直說 你看我這裡是裝了鋼片的了 所以每次要進出飛機場都會大叫 因為他裝了這個 那他假如在那個掉下來的那個東西 再高一點 那這個齊先生就可能就過世了 所以請各位記得生命本身是脆弱的 生命本身沒有絕對的安全可言 OK 你當然盡量的避免 盡量的做各種的趨吉避凶的措施 可是有的時候就是會超出你能夠掌控的部分 那麼生命有意義嗎 當然有 只是會被這件事情產生很大的影響 而可以說這個小說要說的是 這件事情如何的衝擊了這位胡心寶 等於他的心開始有點不保 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把握對不對 所以他就一再的問一個問題 就在489月還是出現 對不對 他說人為什麼能一天一過 卻一天一天的過 卻明明不知道活著幹嘛 這個等等他在這裡什麼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人類的語言好像自然蘊含著很重要的智慧 What do you do? 你要做什麼對不對? Why you do that?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可是我們見面的時候有沒有問人家說 這個What do you do? 或者是這個Why you do that? 那是已經要追查別人的隱私的時候才問的 彼此見面的時候 這個問候語是什麼? 對不對? 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對不對? 那請問他為什麼用How? 對不對? 所以你說I'm just doing fine Doing fine不管我doing什麼 對不對? 重點不是什麼也不是為什麼 而是如何 請記得當你面對一天一天的生活的時候 你要問的是How are you today? 對不對? 請記得這個 但是這位仁兄卻在這裡什麼 他要問Why 然後他對他的What好像不太滿意 所以他的Why就變成一個大問號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來 你去宣佈 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 好 我們這個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在基本的四樓的那個 都給自己發揮去 好多 你跟我去那個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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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先要問一個問題 剛剛那個課的 就是這裡面就是我這個朱警官 他就是每次就是當他要問那個魚店老闆的時候 他總是會聽不清楚他要講什麼 就是說你說什麼 他說什麼活著幹嘛 他總是好像是故意的在那裡 你說我沒有聽清楚 我覺得他其實這裡話得太快了 慢慢來 不急 他其實是不是這個時候在故意營造一種 就是說他本身是一般庸人看起來他是很幸福的 就是說當這個終極關懷 這個人活著要幹什麼的這個問題 其實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意識到的 對 他就是不要 對 所以這就是庸人跟哲學家之間 跟詩人之間的區別對不對 對對對 可以這麼說 所以他才要一直的問他說什麼 然後就是說當那個魚店老闆一遍一遍重複給他 他還是沒有聽清楚 對 特別是他沒辦法了解 一天一天過有什麼不對的 你懂我的意思 OK 那怎麼樣的人會不能接受一天一天過 第一個 不活在當下 第二個 這個人要把生命目的化 我要達成怎麼樣的目標 然後這是我活著的意義或價值 那麼對於普通的所謂的普通的老百姓好了 這位渡警官代表就是普通的這個老百姓 對普通的這個老百姓來講的話 我只要工作有著落 我只要婚姻這個還算美滿 然後我所想像的就是只要我每天的食跟色 統統都能夠獲得滿足 他就覺得這樣的日子就很好過了 他並沒有要想更多他會什麼之類的 但是在中國的想法不見得認為渡警官是錯的 為什麼 道在百姓日用之間 OK 就是與其就是每天想著自己的終極關懷是什麼 道很大 是這樣的人活著 不一定比較幸福 但是這樣的人他的某種終極關懷 也就是他愛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終極關懷 不是有一些人說傻的傻 會過得比這些家要快樂一些 就像這個有個有名的故事就是 一個婆羅門在想所有的問題 痛苦不堪他的隔壁家的 這個隔壁的一位印度老太太 他的最大的願望就是說 我能夠到恆河去弄一杯 那個恆河的水洗一洗身體 我就覺得滿意的不得了 OK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是用這個人憂慮什麼 來決定一個人的高低 那他的問題是他只憂慮他自己 你知道嗎 我覺得胡心寶不能保他的心是 他對別人都沒有真正的關懷 我剛才這樣的時候我在想 是不是就是說太關注自己了 對 他只是把所有的影光都放在自己一個人身上 所以他才會走不出來 沒錯 沒錯 然後第一個就是說他不願意活在平凡 或沒有意義或沒有價值 可是事實上什麼是沒有意義 什麼是沒有價值 要求有意義有價值 正會使你會變成沒有意義沒有價值 為什麼 因為你先從否定自己開始 對 對不對 先從否定自己開始然後才去追求 那這樣的話就是你越追求距離越遠 然後我又就是從他又開始想自己 我每次讀 本來就是要從他們去讀自己 OK 有一本書我想可能對你有一點用 這是我的早年的一本書 叫做 其實是把我更早的三本書把它抽了一部分 合併在一起的 那麼我真正讓你做參考的是這個 《於無字去處讀書論文學作品的經讀》 OK 然後這裡頭有一些關於詩的分析 有些關於賞文小秀戲曲的分析 這是一本關於文學理論的書嗎 文學理論加批評的書 就是說怎麼樣去讀文章的書 對 謝謝 那因為我時代也沒有時間 特別挑一個時間指導你怎麼寫論文 但是你先從那個《於無字去處讀書》 開始看起 看了以後根據這個 然後再回過頭去想你要做的論文 OK 好 就是這個 然後我想問一下 柯老師是中文系嗎 但是我在影片直上都看到你每天都讀英文的習慣 是 就是很多人他們都覺得中文系出國是最難的 沒有 這個我們的同學出國一半 這個並沒有難 現在問題是你準備要出國 假如你要去日本那你就得學日文 假如你要去美國你就得學英文 假如你要去法國你得學法文 這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情 但是對我來講的話就是我習慣從英文吸收很多 我不能等別人翻譯 所以我的很多有意思的好像知識跟吸收 都是我從英文的閱讀來的 那我自己的思想的訓練是先從讀羅素的哲學問題的英文本來的 就是這個Problems of Philosophy OK 那時候是因為 譬如說我那時候上很多課的課本其實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對我來講讀英文是一個好像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我們大一的時候我得上理哲學 那理哲學的書是三本英文書 然後 而當時教我理哲學的是英海光先生 英海光先生特別建議我們去讀這個羅素的Basic Readings 他的重要的文基 然後因為我自己對哲學有一點點興趣問他 他就教我說那你先從那個所謂的 The Problem of Philosophy 這一本簡單的書開始念起這個等等 那我們上 基本上我們除了上這個 那我們要上所謂的社會學 然後上那個哲學概論等等 所以以及我本來就是很習慣讀 我當然也利用中文翻譯 因為我覺得這樣我讀得快 可是另外有一些我要精讀的比較細讀的書 我就盡量的讀他的原文 那我當然法文德文沒有學過 我至少讀英文 那我曾經跟幾個德國朋友住在一起 我考慮過學德文 結果他們勸我說你不必了 所有的最重要的點擊大概都翻成了英文 你把英文駕馭得更熟悉的話 可能效果更好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去寫德文 對 我也覺得 多學幾個第二 第三話就很有用 是 是 這個是對現在這個世界 對對對 OK 那我們都得去上課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現在這個世界 3 2 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音可以收得到吗 因为刚才掉下去 所以我要确认一下 所以这里请你们看一下 他一直做一些有趣的对照 除了好像这位刘瑞昌的一个结论是 请各位看到491页 这位老板就说 我已经怎么样 他说人本来就是赖着过日子 死赖着 我已经赖了半辈子 好死不如赖活 好死不如赖活 这样的一个论者 那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也会想到 488月那位杜警官会想到什么 倒数第四行 我忽然想起家里的女人 早上怎么样 买了一条 两个手掌宽的白苍鱼 一会在鱼的身上 摆上两片斜切的英红色的辣椒 端在饭桌上等等 这个对他来讲也很满意了 这样的人生 请各位记得 这也没什么不好 为什么 这是生命的一个什么之一 这是第一个 所谓的好像 这个叙述者 距离他比较远 他只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旅店的老板 但是是把问题开始提出来 接下去是去找到一个 跟他在自杀前 这个跟他一起打篮球的人 那个小学的体育老师 49年的那一次的大撤退 或者说应该不算撤退 就是大转进 的结果 很多人在大陆上 曾经都是赫赫有名的 或者是有什么 以前我们常常笑 说你不要看蹲在那里 烤烧饼那个人 他曾经是一个县长 所以他现在只是一个小学老师 那么这个桥跟死亡有关系 跟生死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那个小孩就在要去桥下的时候死掉的 所以他想了一个晚上 然后同时这个桥的两头有灯 一头亮一头不亮 当然是一个很象征的意思 亮的是什么 过去 不亮的是未来 而这就是最大的麻烦 应该是过去可以不亮 未来不能不亮 这个不是这样吗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 人是为希望而活着 希望就是肯定未来 虽然那位歌手很不幸的 可以说找邀了 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的那个歌 我的未来不是梦 是一个多么鼓舞人心的一首歌 OK 然后我所听见的另外一个 自己知道自己得了绝症 然后不久就要离开世界 他所唱的最悲哀的歌叫做 《假如还有明天》 OK 有明天肯定未来 是很重要的 而顺便说一下 各位可能都听过这个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大家只想到他对人类怎么样 提供了什么东西 说人类太可怜了 终于给他一个力量 对不对 我们可以对抗比我们凶狠的野兽 为什么 我们懂得用火 从天上倒了火下来 在中国从天上倒了火下来的人 就是福西市 他就冲 其实都是雷火 雷打在树木上 就有火就开始淫这个火 然后把这个火一直烧 所以寺庙最重要是保存火种的一个地方 那你去点香也就是去分那个火种的火 可是更重要的是 这个Prometheus 给人类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一般不太读西洋文学的人不太知道 Blind hope 盲目的希望 就现在的情况坏得不得了 但是我们终能复兴 我们终能什么之类的 OK这个 所以这个希望很重要 那么所以你要相信有希望 所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跟佛教的界定会可以相对比的是 基督教的信妄爱 因为你有信心 你有信仰 所以你才能够产生希望 然后因为有希望 所以你才会有余裕去爱别人 不然他每天就只看自己 对不对 用张爱玲的形容词 很多作家 自恋型的作家 就只看自己的肚脐眼 OK 结果呢 他们两个人打球 就开始 这个各位知道 这个什么是斗牛吧 这个就是两个人也可以打 这个叫斗牛 这个然后呢 他就提到这个打球真好 为什么 他可以一上场打球就可以 球场就把什么都忘了 然后两个人其实都是用一上场打球 把很多东西忘了 为什么一上场打球会全部把很多东西忘了 因为打球的时候你必须活在当下 所以包括禅宗等等的一种教育跟训练 不是让你只坐在那里沉思 入定 相反的是要你活动 因为活动的时候人最容易怎么样 活在当下 甚至你在跑步 你都是比较容易 比坐在那里这个呆想 更有活在当下的感觉 所以各位同学 假如你心情不好 我建议你去操场跑步 假如没有操场的话 就在路边跑步 那么这个人就跟他讲了他的故事 《493页》 他说两年前我儿子死了 我才又猛打起球来 然后他就告诉他说 这个我儿子真好啊 我老是告诉你 他真的是好孩子啊 然后呢书念得好 规规矩矩又知道轻重 结果呢 他说想想我在他的年纪 不知道想了多少 我老是告诉你 我二十岁当了乡长 二十岁 出门的时候骑着白马 前后都跟着兵 前面一个班 后面一个班 这不是缺牛的同志啊 OK 我从小到大的过程 也遇到很多人跟这个差不多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也不太在意 像我们现在要念书或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可以横行相礼了 可是呢 他还是什么 你看到没有 他是要什么有什么 来上海读书 才玩上体育 开始玩足球 然后参加全中国的球队比赛 还有吗 上海的跳 全上海的跳舞的比赛跳舞 我是Tongo第一名 乖乖 所以他是一个纯粹活动型的人 可是我的儿子呢 我带他来的时候只有三岁 可是跟我过了一辈子苦哈哈的 结果两年前他就被车子创死了 我心里一闷就开始打球 那么他说怎么样 我同他谈他的儿子的时候 他说得到一个结论 四百九十五页 他说活着未必比死了好过 死了也未必比活着幸福 这个人很妙 他是他没有为他的儿子掉过一滴眼泪 干嘛 掉眼泪有什么不对 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种强烈的自责 所以使他反而不能够什么 结果他跟他谈了半天之后 你说四百九十一很重要的关系 想起过去的事 真叫人开心 他只知道他的过去是好的 但他对未来却完全的没有预想 然后 所以他就跟他讲说 这个你还太年轻太年轻 结果他就告诉他 今天我们不能提了 这个那我不说我自己 接着讲他这位胡心宝 在大陆多么的风光 他告诉我 他家开的是钱庄 在四百九十六月 早上从前门进他家 等到你从后门摸出来 太阳已经落了 你信吗 我是信的 在中国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基本上 所谓大富豪也只是小儿科而已 而在整个的这种专制帝王的时代 有人是富可连省 所以这个然后他就说他在讲他的故事 在四百九十六月他跟他的同学整个学校往南边跑 他家三代就传他这么一个男丁 你可以看到十多岁了还被抱在西上喂饭吃 那真的是大少爷一个 他临走的时候呢 在腰带上为他串了沉甸甸的君子 结果呢他把腰带松下来在河里一抽 一串黄澄澄的金子就沉到河里去了 这个都是真的 说了半天 过的是娇生惯养的过度富裕的生活 然后他到台湾来的时候等候编队的时候环境不好 每天都有人病倒死掉 那么亲戚给了我几个银元 一半买了香蕉吃掉 当时大概对于大陆的人来讲台湾的特产就是香蕉 所以这个当时的笑话是说台湾人民都只吃香蕉皮 香蕉都给这个国民党的党官吃掉了 另外他就是买球完 没日没夜的打 他说这样就忘了 想生血的念头也把这条命给打出死亡 打球的时候不但活在当下 重要的是 人的精神最怕流荡 要人能够所谓的心在枪子里 就是要能够凝聚 怎么凝聚 就要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上 这样的话 你的心灵精神就不会流荡 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由于这样的一个凝聚 所以使他的生命能够怎么样 他的生命力由这个专注凝聚 而会变成集中 而会变成强润 而因此能够生存下来 这个刚好跟那个Franco 在意义治疗学里头所提到的 是很像很像的 然后他就提到 就开始他们两个人谈到 他们两个等于是有一个共同的背景 这个是他跟刘瑞昌所没有的 他们的共同的背景 就是都是离乡背景 然后家破人亡 然后很多的过去的荣华富贵 就过眼淹淹 然后他在这个时候 他找出来一个有趣的一个 给自己的生命的 请注意 这时候他提到了 他跟楚一龙会提到异议 他不会跟刘悦昌提到异议 所以他的整个的问题 是在异议的问题 他说 请在497页 他说 我心里不住的盘算 家人饱饱饱饱的送我出来 唯有历尽浩劫而不死 莫非有什么意义吗 OK 他说然后小伙子拼命读书 拼命参加各种考试 然后呢 他说 我于今也小有地位 也结了婚 也养了女儿 然而又怎么样呢 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当你有这些 然后你还要问又怎么样的时候 是 不满足 对不对 其实 一种贪婪的心态 好像从前有过这么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死了以后 到了阎王殿里头去了 这个好像跟阎王说 做人太苦了 我这个那我不要再投胎做人 然后他说阎王说 那你要怎么样 你才愿意去 他说第一个 我要生在太平盛世 这乱离之世 这个人不如狗嘛 对不对 生在太平盛世 我要生在 那个好像 山水风景非常风光明媚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地狱要好 第三个我要生在宰相之家 我要做宰相的儿子 做宰相很累 做宰相的儿子很享受 可是我还要做什么 做状元的爸爸 这东西是 可是我自己本身要位居三公 然后要妻子很贤惠 姬妾很美丽 然后家有良田万寝 然后还要活一百岁 那个笑话是这么说的 阎王说天下有这么好事 我阎王让你做 我自个儿去了 这个人背后是建立在 又怎么样呢 那不是已经很不怎么样了吗 对不对 这为什么 不是他只要去想 我就觉得 你怎么去思考你的经验 假如他去想 跟他走到那里 突然两腿一软 他18岁 对方才只有14岁 他的人生就这么 在奔波道路之中就结束了 他不是赚到了吗 所以一天谈到 一半是环境 一半是时代 就提到了 那么他还可以说到 借这个 讲这个故事 通过楚一龙 讲了内战的某种恐怖 请你们看 看到497页 我曾经一心为我的儿子 努力的生活过 在这个倒数第四行的地方 我跟你说实在话 至于这以前那段想胡的日子 我是从来不问这些的 我曾专心意义的对付那些共产党 我今天跟你说实在话 我混在他们里面 跟他们面对一遍 肩膀爱肩膀 对共产党 我是很不客气的 他说的两只迥人的眼 在他的摇黑的面孔上闪烁 他说 大凡逮到共产党 就是活埋 我今天跟你说很实在的话 同志 我曾专心意义的同他们作对 有意思啊 杀人还可以有意思啊 我告诉你 在我手下埋掉的 大约不下于六百七百吧 于是他就变得很耀耀然起来 想见当年灵力干练的气魄 公债国主 公债国主 真是公债国主 我肃然的轻微 那是当年的旧事的 是吧 所以呢 我儿子落土的时候 叫我没头没头的 想起那些土匪 这里的土匪指的是共产党 因为那时候都叫他匪 土共就是土匪 我对自己说 我这半生什么事也不问了 让他同志请你注意 请各位记得 现在的同志有新的意义 可是以前的话 大家都互相称同志 特别是担任警察或军人的人 或者是军公教人员都被叫同志 这个我同他是截然不同 那么儿子落土那天 我发源不再凝练我自己 三滩有的吃 睡有个扑 我便不再指望什么 我这次怎么也不凝练自己 像他那样 他才死心烟了 等等 所以事实上 也就是 当他的孩子死了以后 他其实有一个想法 他自己 也曾经消灭过很多这样的人 那他的孩子的死 也不过就是这个 时代的残酷的一种 对不对 那么所以 他为这个儿子曾经忘记过 在490月忘记过气派 忘记过 忘了过去的女人 一个在青岛 一个在上海 通通忘了 只剩下那个儿子 最后这个儿子也死了 是不是 就是什么都不剩 但是我不是这样 他就是不虐待自己 他说 这里有一些地方就是要讲 那一代的人跟我们这一代的人不一样 请你们看到500页 他说你不一样 你今年多大年纪 25岁 那么他说你呢 你在这里长大 昂昂昂昂昂 没兵没栽的 像一棵树一样 但是他们却经历过时代的 很大的动乱 在499页 倒数第四行 在我们经历了多少变化过来 你不知道 一些人离散了 产业地气 一叶里头变成废子 风水流转 我说过 像黑夜里放的烟花 怎么热闹 终归是一团漆黑 所以路走绝了 又跑出来了 绝了 路走绝了 就得认 倘若还不认 还死心眼 就得跟他一样 所以 他们同意 过去的东西 没有办法再重复了 已经没办法维持了 是一个新的 对于处艺老公来讲 是一无所有的人生 当然好一点 他还是个小学老师 他还可以教体育 但是对于 这个胡心宝宝 其实他还有事业 有家庭 这个有小孩 这个有情人 那么他就说 他就开始谈到一个问题 这个好像是厨艺龙所说的 但是其实也是在解释 请看到五百页最后一行 我们就像被剪除的树枝 躺在地上 或者由于体内的水分未干 或者因为露水的缘故 也许还若无其事的怒章的枝叶吧 然而北风一吹 太阳一照中药枯萎的 也就是 他们是无根的 而这位杜景官 因为是从小在台湾长大 他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动乱 他们是有根的树 无根的树干 这样的比喻 所以露走绝的就得认 那么或许还有露走 还有露走的意思是说 你不再追求你原来的目标 你应该追求新的目标 但是假如你还要在一个 不可能的地方 还要再追求原来的目标 那么就真的是露走绝了 然后这是第二个人 然后这位杜景官 他又在讽刺一下杜景官 看到那个山就想到 他的好像身体的一部分 然后他就开始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接着就去找了 非常有意思 他并没有去拜访他的妻子 相反的反而是拜访他的情人 在这里叫在502页 就是林碧珍 那么他就去找到这个林碧珍 而且是见面的地点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是一个叫做 Horunuru的洋吃茶店 吃茶店 吃茶店是日本的用法 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什么 这个咖啡屋或什么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就第一次就开始喝起咖啡来了 然后就这个带他来讲 他们好像这个彼此之间的事情 然后 从这里头 由于对方是死者胡心宝的情人 所以反而进入了他的情感生活 所以 这三个人跟他有一些 一些重叠的地方 跟他有所谓的照面的地方 那么 楚一龙讲的是他的过去的背景 刘瑞昌讲的是泛泛的人生 可是更迪碧珍其实是讲的是他的情感生活 一个很奇怪的美丽的错误 第一个 第一个 连情人都认为他的妻子很好看 OK 然后第二个 他们在夫妻 不就是情人之间 他们在夫妻 复乡 取了一些特别的名字 他把它叫做 Jason 这个Jason是希腊神话里头去求取金羊毛的 然后他后来很恶劣 所以他骗了原来为了他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父亲兄弟的可以说妻子 然后后来因为那个Jason 这个移情别恋 他的报仇 这位公主被他抛弃的公主叫做Media 就把自己跟他们结合的生了两个小孩 就把他杀死了 作为报复 所以你把一个人叫做Jason的意思是什么 最好你把你的老婆跟小孩消失算了 可是他承认他很美 OK 然后他说他是爱上一个航海人 然后他有时候来 这个有时候就停在这里的时候来 在现代诗的诗人当中最有这种情怀的人 刚好就是郑愁瑜 所以他永远不是归人 他永远是过客 这里讲的是男女关系的过客 而不是讲地缘关系的过客 所以他现在就住到金门去了 住金门的人有很大的福利 好像一年可以分二十罐好的金门高粱之类的 这个有点点像这个软集 听说那个步兵的教委的厨子里头 有很多好酒他就愿意去做一样 然后他们两个的情感关系里头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他开始觉得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七网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又是一种 这里要说的是 请各位看到508页倒数第二行 他是第一个使我满足的男人 他使我满足的意思 其实是指情欲上的满足 这个有人可以在情欲上满足他 而他会跟这个Jason的什么 也是因为来自于对家庭的反叛 这林碧珍是一个本省的契约 聚聚 然后在五百零左右 我的父亲生生他有多么爱恋着 我那个早已死去的母亲 他每次都在为他动哭 可是至今也是一样 可是他很快的就怎么样 从高中二年 高中二那年 他就父亲从日本带回来一个女人 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 所以我立刻搬出家门 一直都是一个人住着 我因此变坏了 说了半天 爸爸表面上或者事实上 也好像是很爱他的妈妈 也会为他动哭 可是其实他早就外遇了 所以到他高二的时候 他就已经带回来不只是一个女人 而且还是这个Frank 真的很像那个Jason 因为他在不同的港口 有不同的情人 所以他就说 他是第一个使我满足的人 然后他就说 你使我活起来 我对他说 然后他忽然地说 在509页 他说 因为 他就说 这我的父母生了我 而你却活了我 然后他就欢喜地笑起来 然后他说 现在我为了使你活着而活着 为了使你活着而活着 非常有意思 可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关系 它不是因为 它使他活着的原因 只是使他在 应该说 在床上得到满足 这个的意思 其实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他们的关系 其实是反而停留在一种 这个肉体上的一种 好像关联 而不见得 必须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自己的活着 确实要让对方 因为获得这种满足 而有活着的感觉 这个把他们的生命 压缩到一个 很小很小的范围 他假如说 我就爱你这个人 我跟你 这个我要跟你什么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了 他在床上 能够使他满足 但是假如万一他 这个小说的 正要说的是 万一他开始变成无能了 他为什么后来会 会自杀的 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要死的前一个晚上 他们想要做爱 可是无论如何 他就做不出来 因为他突然变成了无能 于是他的所有 可以肯定自己的东西 全部通通都被拿走了 懂我意思吗 可是事实上 人与人的关系 绝对不只是一个肉体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 也是一个心灵的关系 当他变成只有这个的时候 相爱的男女 所以可以过一辈子 不离不弃 生病的时候也好 健康的时候也好 都会爱的时候 并不是来自于 你能够满足我 而是有一个更高层次的 一个心灵上的 一种感应跟契合 但是他不谈这个 只谈这个 然后因此 他又对这个女孩子 取的名字叫做Birdie 这个你们可以想象 也不特别把对方当人看 那么因此 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一个他跟他的妻子的关系 从这个林碧珍的这个说出来 请你们看到 512页 这个小的时候 有一个跟他年纪相仿图的 家里的厨娘的女儿 大家都叫他做鲍月儿 然后他说 因为面貌的酷失 而娶了现在的妻子 所以他要娶的并不是 他真正的妻子 他娶的是他过去的回忆 然后他从来没有在 从来没有像那样谈论他的妻子 一是一个十分柔顺的女人 然而故乡的鲍月儿 是一个十分倔强的女孩 说什么不跟他一久 害他一不时因受医的母亲的吃打 每次想起小鲍月儿竟厌恨自己 一致于是就是到了现在 他也觉得很寂寞 然后他说他的妻子真漂亮 我从来没有看见那天那么 他像那天那么爱恋地讲他的妻子 他妻子的娘家在山坡上种着四子园 又感染很想起了故乡的苹果园 所以等等等等 然后最恐怖的事情是 什么死一那样的执迷生活呢 他甚至想到一早也知道他同我的关系 然而以仍旧快乐的强韧的生活的令人恐惧起来 这个的背后是什么 暗示了一件事情 他娶了她 就是他娶了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 即使知道了他外遇 不吵不闹 为什么 某方面来讲是你对我没那么重要 我自己可以活得很好 你知道吗 所以他表面上有妻子 有情妇 但是他都感觉到 他的最大的问题是不被需要 这个世界上人很多 多一个你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他甚至会觉得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 死的时候有没有人为你痛哭的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 生的时候 这个为你欢喜 是你的存在被肯定 被欢迎 死的时候为你痛哭 也是你的存在被肯定 被欢迎 生命是通过跟生命的结合 而产生意义的 我会比较诚 这辈子 我会觉得 你如果在意义上 你不好 是你的人 是你的存在 我会觉得 你不知 不知 你不知 我会觉得 这辈子 我会觉得 你不能 我会觉得 你不能 那 他的整個的問題是 他的生命跟很多人並存 但是擦身而過 並沒有真正的結合 所以那天晚上就終於沒有成功 在當時他們想要做愛 結果這個做不出來 然後他就開始怕他 他說你不該打電話給我 你是騙子 你一直愛著你的妻子 你雙重人格等等 但他是不是真的愛他的妻子呢 他的妻子只是一個他所投射的影子 他所真正愛的 其實他小的時候的抱月兒 所以只有一頭亮 就是過去的生活對他來講是真實的 其他的 所以他也提到過 那個這裡有一段很重要的話 雖然跟著孩子在一起 雖然什麼之類的 但是怎麼樣 他卻覺得這一切都只是怎麼樣 像這個流水一樣的 好像這個流過去 然後他並沒有真正的感覺到 他的現在的生活 我現在一下子找不出來那個段落 這個但是是有那個 因為時間就差不多要下課了 所以先講到這裡 然後底下的一段是最好玩的一段 請問你們認得多少個性慾的人 他出來一個慾教官 而且這篇小說是看在哪裡 文學紀刊 這文學紀刊的主編 也就是不斷的逼 常常要稿子的時候 會跑到他家 坐到他稿子寫好才走的 這個玉天聰 所以這慾教官 當然是開他的玩笑 他就說 然後呢 這個玉天聰當然是 陳怡珍自己是外文系 玉天聰是中文系的 然後從外文系的角度來看 覺得中文系這有些人是很 荒腔走板的什麼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 這個玉教官一生以弘揚我國 故有巴德為聖職 奔波夫豪三十年如一日 我也是被玉教官視為德意門生 然後就開始講了 他就開始講 他要寫說這個是一個 厭世的自殺事件 人欲横流 惡惡足足令自視人人 通信疾求 所以他就開始引了一下 所以這段是超可笑的話 但是也是什麼 天地一切何以置其何 必其性也是相感應 然後其能可相合合 依物理學必是異性才能相感應 同性者相聚去或見有同性相吸引者 必是其同中有異所感者 在其異性之點而非同性之點等等 然後這個一個國家元首是祖是羊 其其其性什麼什麼什麼 整個宇宙是一個交叉複雜的電磁體系 那個時候的一些孔孟學會裡頭的八股夫子 為了要比赴現代 所以他就從一個地方往前推 哲學上的東西可以不必跟科學發生關係 但是他要把一切東西都往這裡頭 因為在《易經》裡頭是靠兩個謠 這個是羊謠 這是陰謠 一一一謠的謠辯從這裡生出來的 所以有人就根據《易經》的體系 可以覺得不但解釋好像行而上學的世界 或是神秘的好像宗教的世界 還可以用它來耍耍 你看這個園子裡頭有正電有負電 對不對 就用這個往這裡就投合 然後就用這個當時用這套東西要建構什麼 建構遙順與湯文王武王周公一路下來的道統 然後這個道統統到後來是最後一個 繼承這個道統的人是孫中山 再來就是蔣介石 這個就是蔣中正 所以一切都是為了維護傳統這個中華文化 那麼因此他必須一切按照這個道統 大家要服從這偉大的大家長 這個什麼 那當然從文武開始一定是 假如蔣中正是文王的話 那麼這個蔣經國就是武王 這個就是往這樣算 所以在這裡他藉這個機會來反諷 其實是在內戰的過程當中 一群人流離思索 徬徨無一 那麼最大的問題是他沒辦法活在現在 他娶的妻子是在台灣有這個好像果園的 所以是台灣人 他的戀愛的對象 情人 也是一個台灣實業的這個句子 但是基本上他並不認同他們 他覺得他雖然抱著小孩 雖然什麼之類的 但是心裡像流水一樣 滑啦滑啦滑過去 過去的 因為那些聲音裡頭都是他的 在大陸上的過去的人 過去的生活 過去的什麼 他永遠活在過去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活在現在 所以他就是失根了 當你過去 再從前是那個49年的那個東西 海峽相隔40年 你幾乎是 你也不能去探心 也不能夠什麼 這個是一條天斬一樣 那麼你如何面對你現在的生活 你要一定要重新再一次的 找到你的根 再一次建立 但是他堅持他要失根 所以就是什麼 所以他說面對這樣混濁的人士 能有不由所感慨嗎 醫教官說作為一個現代的安全官員 應該有哲學倫理學的修養是 一點也不錯的 這裡是警察突然變成現代的安全官員 因為在那個年代 還在戒嚴時期 情治人員有很大很大的權力 可是這些情治的特工們 卻相信自己可以指導大家的思想 OK 那麼甚至當時有一個特工的軍頭 叫王生還可以指導大專教授 你們應該研究什麼 應該不研究什麼 第一個 不可以研究分析哲學 因為羅素是共產黨 第二個 不可以研究存在主義 其實存在主義的思想家很多 可是他就這麼說了 然後更妙的是什麼 不可以研究行為主義 大概因為那個 Sir Michael Lin 這個林麥克說過 說其實行為主義那套思想 就是類似從那個帕布洛夫的制約反應下來 可以否定人格 所以很容易的就可以被極限專制所利用 但是他就把他這個東西 聽沒有聽懂就隨便這樣 然後還大言不慘 你們都是大學教授都讀了很多書 但是都沒有用 為什麼 抓人的是我 這也就是為什麼 陳映臻會跑出這一段 然後請你們看一看 寫好報告 其已經在床上睡了 燈光下衣穿的蟹衣的隧道 是十分搖人的 輝煌的施愛也是先賢聖者所界定的 有別於天下國家之公愛的人類的自情真道 世界種族變賴之以研發 一切仁愛慈笑的志倫 便是賴之以定立 我的心 所以充滿了一種自大的歡喜 至於心為之聚聚起來 於是我關了燈 這個 自大的歡喜 你們讀過魯迅的作品 就知道 他是從魯迅那裡來的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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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